23号的傍晚雨势越来越大了 花雷施工所赶紧针对国府土石流浅室户进行预防性的测春 市长魏家宴也呼吁低洼地区的民众暂时前往安全的地方来安置 也请大家提高警觉加强黄台准备 23号傍晚雨势越来越大 花雷市长魏家宴在施工所同仁还有警方陪同之下 前往所辖的土石流警戒区域进行预防性测春工作 并安排居民到临时收容所要做好预防的准备 我们因应我们开明台风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也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们会提早做一个预防的一个动作 是因为0403的这个地震 那很怕夹带了蚝雨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土石流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预防性的一个撤离 那在这边是我们总共是8户我们17人的一个保全户 那其中有4人会安置在我们的5州的这个旅舍 那也要跟大家说一声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一个准备 那在这边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 那在也希望说在家里进行除水的一个动作 因为很可能这样土石跟泥沙 然后造成我们自来水的一个集水场 可能它没有办法除水或是除水的部分 可能会土石会夹带的进去 所以请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 市长魏家宴有呼吁低洼地区的民众 暂时前往安全处来安置 也请大家要提高警觉加强防台准备 借刘明胜花联市报导 请大家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订阅明镜与点栏目